我們現在就在大甲鎮來宮的現場 事不宜遲 大甲媽祖已經起叫 馬上帶大家來感受現場狀況 我們現在就要到這裡 我們現在就要看看 lowered上就要看看 為了一個快iał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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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可以看到現在媽祖的玩笑才剛剛出廟門 而今天擔任服教的就是首次來到服教現場的立法院長韓國瑜 而在他的後面就是嚴正藍宮的董事長嚴錦標 繼續帶大家來感受一下現場的氣氛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媽祖的玩笑好不容易已經走到了廟前廣場 而今天比較特別的是韓國瑜他是來擔任第一次的無教的任務 而其實今天來也來了其他習慧的政治人物 包括有立法院的副院長還有一些新科立委像是廖偉翔 還有其他的立委像是楊秋英 顏觀恒也都一起來參與主教的大聖大典禮 而目前媽祖的玩笑正要出廟前廣場的門 帶大家進行來看 最高的中一就是玩笑所有的宣誓 對手繫華、反隔漢、反隔年人的經驗 有一些是人,背心會偶像是廖偶像、接隔年人的步驚 兩人,背心會偶像會偶像是廖偶像的位置 旁邊時,背心會偶像是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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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像、汝屯 天,背心會偶像是廖偶像是廖的 旁邊時,背心會偶像是廖偶像是廖偶像,用延像是廖偶像是廖偶像是廖偶像、 tall尖偶像是廖偶像, 謝謝小朋友,謝謝掌聲 大家現在看到大甲媽祖的大甲七場 還有百萬級的煙火 可以看到現在大甲媽祖的鑽叫 剛剛在這個廟前廣場 廟跟廟前廣場的這段距離大概三四十公尺 走了就要三分鐘左右 現在好不容易已經走到了大甲的蔣公路 已經到了街上 但是畫面就可以看到 人山人海很多人都在這裡迎接媽祖起駕 而這現在這個現場其實已經超過了十一點了 不過這個街道上還是有滿滿的人潮 光是今年的起駕廟方就預估有突破二十萬的人潮 而鑽叫現在也卡在這個蔣公路上動彈不得 大家不管是不是有來這邊特別來為了這個媽祖的信眾 負責是周邊的商家 大家都是為了想要來看媽祖的風采 而現場的氣氛也相當熱鬧 也要珍惜我們所有的食物 也要珍惜彼此的緣分 也要珍惜媽祖給我們的福分 那在沿途當中我們會看到美麗的風景 同時也看到我們最棒的人情味 大家互相的照顧 九天八夜我們再回來多大年 好的 目前這個大甲媽祖的鑽叫雖然已經走出廟門 不過現在這個廟前廣場還是急了滿滿的人潮 其實有不少人在今天下午就已經來這裡等候了 而且稍早前也有非常多的鎮頭是來這裡表演 包括今年的鎮頭走的也是Q萌的風格 包括有這個星星在這裡熱舞相當的可愛 讓周邊的大小朋友都看得相當的開心 而且其實不只有這個比較動感 年輕化的這個鎮頭表演 現場其實原本的這個這個 這個哨角隊或者是鎮頭的表演其實也都有 所以在現場其實不只是說這個年輕人看得很開心 這個大小朋友也都非常的歡樂 不過我們也要提到說 今年大甲媽祖的主題其實就是祈福 而其實這個廟方這個董事長 嚴清彪稍早也有去提到說 這個祈福有一部分也剛好是因為花蓮 遇到了強症 我們也要一起為花蓮的災民們來祈福 而現場還是可以看到滿滿的人潮 就是追隨著媽祖的軟教要慢慢的離開 不過其實在這個大甲媽祖 正式的在五號的子時起駕之後 他們也準備宣告要啟動這個九天八夜的宗教文化之旅 將會從大甲一路走到嘉義新港鳳煙宮 這一整個的行程 相信廟方也估計說這個人潮應該會破百萬人 以上這個在大甲正藍宮 我們為您掌握的最新消息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新聞網站